巡邏遠景騎車經過 眼前這輛藍色小貨車 從窗外拋出煙蒂 引起警方注意 哈囉 你剛剛怎麼亂丟煙蒂啊 我出發我了 他叫腳音差很破 擦一下 駕駛扭過頭 朝著車內的乘客大聲責備 像在怪豬隊友不給力 不過警方又聞到駕駛身上 濃濃酒味 請他下車坐酒側 先熄火一下 沒關係我們 好我們查一下 來 來 深呼吸 休息 不小心翹腿啦 來 我們一起看 儀器出現0.27的數值 果真酒測值超標 事發在高雄鳥松 12月31號跨年夜晚上6點多 抽上4個人都是勾人 準備下班返家 卻因為後座乘客亂丟煙蒂的舉動 意外揪出酒駕 不只是三歲駕駛 被依照公共危險追送辦 同車的三名豬隊友 沒有勸阻駕駛 也有連帶責任 以道交法罰600到3000元 令同車三名乘客 因為勸阻駕駛不得酒駕 均依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自從一家四口 被酒駕追撞 慘劇發生後 高雄從12月27號到1月3號 開始酒駕大執法 八天下來 共查獲535件酒駕案 平均每小時就有2.8件酒駕 只是警方都已經放話 要擴大抓酒駕 駕駛們還是罰不怕 更突顯高雄酒駕問題有多嚴重 TVBS新聞 吳少龍 宋家娟 高雄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